南无 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无上生辰为要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尽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经书超 作为大德比秀 作为居士同秀 请宣开经本 请看书文 见着者五地时为体 开之则六十二等 逐渐至胜 及其相也 超文 五历时则 一 身见 为直我 我所 而其我身之见 二 边见 为直断直长 师父中道 而其边旁之见 三 戒取 为非因既因 修足苦恨 而其取着我能持戒之见 四 见取 直出为圣 单麻弃经 而其致父属见之见 五 斜剑 为伯无因果 剁祸达空 而其斜外不正之见 好 先看这一段 前面谈到五浊俄式的结主 结是一个时间的概念 十分 就是这个时代的都已经着恶 这个时没有它的体性 是以下面四种着恶作为它的内涵的 所以下面谈的四种着 首先是见取 就是织见上的问题 织见上的拙乱 这里面就提出五种的织见上的颠倒 它叫五 力 石 力就是快力 非常迅猛 这个石就是驱使 由于你有错误的知见 就会引导你错误的行为 驱使你照念 堕到轮回三额道里面去 这叫五 力 石 略谈是五种 广开有六十二种 下面会谈到 这都涉及到一些外道的错误的知见了 这些知见是非常自称 这个个个都以为自己转捂了真理 实际上都是邪妙的 这是它的象状 好 看看具体这五种历史是什么 第一种就是身见 一般又叫杀加爷见 这是由于对我执身见的错误之见来建立的 这个身见是一切 有时候要叫恶见 一切恶见 邪见的根本 我们讲这个身是四大五蕴 甲合的身体 但是我们总是执着这个身体的真实 这可能在法相为师就进一步谈到 这个第七十执着阿纳耶十的见分为我 第六十执着阿纳耶十的见 这个圆外境生起我和我属的观念 无论是怎么一个层面去执着 它总执着有个真实的我 有这个我的一种真实的知见 它就生起我所有的这个概念 就是执我我属 内阿纳耶十见分内即为我 第六十执外面为我属 或者在这个色受想行识五音里面 执着一种音为我 其他四种音为我属 那么这就是由于执着身见 它就会导致很多的问题 造很多的恶业 最后遭受种种的苦果 现在我们很多的烦恼 可不是由于执着身体而来的吗 身体真实 所以它就要一赚钱 为这个身体享乐 为这个身体荣耀 为这个身体舒服 它这个唯物主义 身体的真实 这是一个非常颠倒的一个观念 所以我们四念处首先就谈观身不尽 也包括观身无常 观身无我 这些观念 所以我们修行的第一步 就是破身见我之 身见我之不破 那一切修行都成抛影 这是第一个执着 第二个执着就是边见 边见也是从身见 执着身体的真实 又进一步去计较 它是断还是长 这是两边了 断见 一般一个人执着断见的话 就断灭见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 没有前生后世 没有轮回 由于这个身体是真实的 死的就是烧成灰 什么也不知道 于是它断灭见一旦起来了 它就天不怕地不怕 它可能就是事无忌惮 反正就是活这一辈子 行善行恶 还有什么报应呢 与其这样 我倒不如今世得到一切 全是钱财 为我的身体服务 让我这一辈子 过得舒舒服服 这是指断灭见 还有是指长 常住之见 这也是外道的一个之见 它认为人死了还是为人 狗死了还是为狗 那既然你这个都是下辈子为人的话 那你行善行恶 也没有它的必然的必要性 这些它都是不符合中道的政见 这是边界 第三是戒取戒 这个戒就是戒律戒紧了 取就是它执着 执着它持的戒是很圣妙的 非因既因 非道既道 这是来自一些外道 他们都有一些禅定的功夫 有时候他在禅定当中观察到 比如一只牛死了以后 到了天上去了 于是他就觉得牛是干什么的 牛是吃草的 于是就吃牛戒 自己和弟子们都吃吃草之戒 认为他就可以升天 甚至看到狗啊鸡啊升天了 他吃鸡戒狗戒 他以为这是修涅槃之因 这叫非因既因 或者修那些无利的苦恨 这个五热自身 这个头热灰啊 躺在金字里面呢 修苦恨 认为这是解脱 能得解脱之果的方法 这些都是这个无意 这个无意 这个无意的这个错误之见 这戒取见 这个见取见呢 见取就是见取见 就是在他一些知见当中 他随便执着一个见 知这个见地最圣妙 能得到最清净之果 这里就表达他的相思 知出为圣 或者说直列为圣 淡麻淡麻弃精 而且致富属见之见 这一般的修行人 都有这么一个执着 当他执着那个知见的话 他你想把他劝回头 非常非常难 执着自己的见地 就是正确的 其他的都是错误的 他这个见地一来 众人是佛跟他来说 他都不听 这就是用一个成语 叫淡麻弃精 他执着了自己 那个知见是正确的 实际上这个知见是不正确的 这就类似于 他挑着一袋麻 挑麻就是为了植布用的 是吧 那这个你淡麻 不是目的本身呢 但是他对这个麻很执着 就弃精不顾 精是代表最圣妙的东西 这是这个成语是讲 有两个人到山里去 搁挑了一袋麻出山 出山这两个人在中途呢 就见到了路边呢 有很多的布 那麻 这个布肯定比麻好了 其中一个有智慧人觉得 我要把这个麻放弃 来淡这个布 挑这个布回家 那那个比较愚痴的 他比较执着 说我挑了麻 已经挑了这么多路了 既然是挑了麻 前面也快到家了 这个所以他就不换 还是挑着他的麻 结果再往这两个人 一个挑着布 一个挑着麻 再往前走呢 发现的路边有很多白银 这个有智慧人觉得 白银更值钱啊 更珍贵啊 干脆布不要了 挑了一袋银 那个愚痴的人觉得 虽然看到白银 但我挑的麻 挑了这么远了 还是不放下 照样挑他的麻 再往前又走了一段路 发现路上有很多黄金 那黄金比白银更值钱啊 这个有智慧人就把白银放下了 挑了一袋黄金 那个愚痴的人 还是执着他的观念 我挑了这么长的麻 我还要继续挑 最后到达目的地呢 这就表明他自负自己的见解 不肯跟有智慧的人去学 最后呢到家了 人家挑了一袋黄金 他挑了一袋麻 这叫淡麻弃精 执着错误观念 认为是很正确的人 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好 第五种就是邪见了 一般讲邪见就前面是种 错误之见之外的 所有的邪妙的见解都属于邪见的范围 在这个邪见里面重要的 就是不无因果 否定因果的法制 这个堕霍达空 这在印度外道有种叫无因外道 无中生有 自然而有 他观察不到他的原始药中的那个本因 所以他就认为 这个没有因果 不相信行善就是快乐之果的原因 因不相信造恶就是痛苦的根源 而说善恶苦乐 一切皆空 那这一点我们看现在的人 大部分是有这个错误的观点 不信因果 常常你跟他说要深信因果 他会反存相机 说哪有什么因果啊 我看到都是好人受气 坏人得势 因果在哪里啊 他也反驳 似乎社会现实也有这个现象 但是呢 殊不知佛教讲因果通三世啊 他有义属果啊 你如果能知道 现报 生报 后报的 错终复杂的因果的规律 这样的一个展现的情况 就还是要深信因果 是真实不虚的 所以经典常常讲 假使万千节 数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 你就是你造成的灵 总能经过百千万亿节 它都不会消失的 那等到因缘聚会的时候 你的这个 由这个灵的种子所显现的果报 它是自作自受的 也正因为要这种因果的法则 达到人们的内心 这是政治正见 它才会自觉的 约束自己 一额扬善 如果他没有因果的堤坝 他的贪欲的水啊 就会泛滥 他就胡作回回了 所以不信因果 不信轮回的人 一般他造恶的程度会很深很大 那一切宗教的教法 都要谈英国的 那这个五种恶剑当中 讲的这个邪剑 博物英国都霍大空 霍大空还有指一些修道人 他就是认为一切皆空 但殊不知 在空性 空性就是无作无相了 无我的这个当下 这个空是指它的体性 但是一切体性 它是要缘起一切法的 从缘起法来看 那因果善恶苦乐的规律 是不能否定的 所以堕 霍大空 且断灭剑 这就是邪之邪剑 外道的之间 不正确的之间 好 请看下面 超文 因此无则能令众生屈辱生死 故名为始 而己微殉迹 危害非系 对五顿言 故名历史 开之则六十二则 以断肠二剑为本 而色等五音 割据四句 三四叠之 则呈六十 如本断肠 呈六十二 此之竹剑 优如罗网 优如仇林 缠腹取去 不可出离 混乱争信 故云着也 凡显极乐国中 人具正见 非见着故 好 这是解释这个五种 什么叫死 就是这五种错误的之间 能够令众生屈辱生死 他执着生见 那一定是 对五一六成 非常猛烈的追求 这个过程 就会造作 足多的恶业 一点空性的智慧 都没有 又不信英国 你说这种人 还能够到哪去呢 那肯定轮回 六道是他的归宿 三个道是他 要去的地方的 这就是能令众生 趋入生死 这就是死的意思 驱死 而且这个知见 知见上的问题 思想上的问题 观念上的问题 叫意识形态上的问题 它是一个 极微迅迹 一出 他马上这些知见就出来了 直接反应 所以这就涉及到 教育问题 教化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强调 接触圣贤的教化 布下正信 正知正见 然后圣人的教化 智慧的这样的要素 植入他的内心 他是正知正见的话 一接触 对境 待人 觉悟 都是圣人的那种 观念在指导自己行为 如果我们接受的是一个 邪知邪见 那他的一个知见 就很麻烦 而这个知见还很难扭转 当以公立主义 唯物主义做主导的时候 他一切都从公立的角度考虑 你要去讲点道德的 审美的 有机的 全方位的思维 那都很困难 所以这个知见上的错误 它的危害 是非常深重的 那什么叫历史呢 这就针对五种 顿 顿就是持顿 这是指 这个失货了 这五种知见 属于见惑的范围 知见上的迷惑 它几位迅迹 过名历史 开支之为六十二 六十二见 是以两个作为基本参照 一个是断见 一个是长见 然后再用五音 舍受想行识 这五音 五音里面又谈四句 执着四种知见 比如说谈舍应 它有四句 第一个知见就是舍 舍大我小 我在舍中 舍应大 我呢 微小 我在舍中 第二种知见 我大舍小 舍在我中 第三种知见 机舍是我 第四种是 离舍是我 他还执着这个 我的实在性 客观性 真实性 能够去找这个我 于是形成 构成这四句 构成四句 舍应是这样 受想行识 他也是去谈 执着这个我的 去处 那这个五音 勾有四句 就勾成就有二十句 二十句在有过去 现在未来三计 来成 就是六十 六十句 六十句加上这个 本有的断见 长剑就构成了六十二 六十二句 或者叫六十二剑 用这个六十二剑 是浪阔 一切外道的错误的之间 那这些足多的之间 就像罗网 就像仇灵 鸟在罗网里面 你很难出去 人被错误的之间 手懂造 你也是没办法出去 所以有一些人 是控制思想的高手 他就要控制人 就是控制思想 叫洗脑 那洗脑就让他 不能去读更多的书 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奴啊 上古的书看得太多了 上古圣人的价值观 作为一个参照系 来评价他现有的现实 他就受不了 所以要把那些给他 冰起掉 然后叫愚民政策嘛 然后让你的概念系统 全都按照他的这种设计 连语言文字 都不能有过多的词汇 创造一系列的套话 让你在这个套话里面 成长起来 要你所有的思维方式 都是这些 他现有的概念系统 来思维 于是就把你控制住了 人是控制住了 但这个人就很可怜了 人真的是成了一个工具了 被这套虚幻的概念系统 所控制的这个人 他是回不到他的原点 他是开发不了这个智慧 所以从中我们要看到 真正的教育就是人性的教育 回到原点的教育 建立正性正见 真理 反之被那些错误的观念 观念所控制 就是 邪见仇灵 你在那个仇迷的树林里面 你寸步难行 被这些错误的观念 所捆绑 把你整个的人性都 异化成一种变异的状态 被这些之间所控制 你不能动弹 你不敢动弹 于是这个生死轮回 苦难的沼泽地 你出不去 由于这个错误的之间 与法性相危 它就浑浊了我们的真性 真如自性 我们的真如自性 是具足一些善法的 是具足六波罗密 乃至十波罗密的 是具足界定会的 于是 如果是被错误的观念所笼罩 举行动念都跟这个真如自性 相违背 这就是舍父逃一 背绝合成 所以整个的就是一个 着乱的情况 由这样的五种之间上的 着乱 颠倒 来反显极乐世界 往生者都具有证件 这个证件首先来自于 阿弥陀佛慈悲愿力的加持 阿弥陀佛因地做法 葬比丘的时候 也观察他方世界的众生 尤其是会土的助神 他为什么在那里造孽 在那里经受着痛苦的 惊熬 重要的就是肢见上颠倒 于是到了极乐世界 首先要建立正确的之间 所以他在发愿 其中第十愿就发了一个 不提摁怒 这种证件的 在所有的邪志 邪见当中 我执身见是最根本的 于是从最根本下手 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 就是我成佛的时候 往生到我岔土的众生 就不会再贪恋嫉妒这个身体的真实 他就能体会到人我空 由这人我空破法治 正到了我空和法空 于是他在这样的一个空性里面 升起的见地 就是中道的见解 这就是正见 不依不易 不断不长 伤遮两边 伤照两边 所以往生者都具有这样的中道的正业 他的知见就是清净了 就不是着乱 好 请看下面 烦恼拙折 五顿时为体 广之乃至为时 为白八 为八万四千 即恒河沙等 山灾感召 及其象野 超文 五顿时者 一 贪 为欲顺情境 起于爱着 不能舍离故 二 称 为欲为情境 起于慧恨 不能容忍故 三 痴 三 痴 为于飞为飞顺境 起于 于暗 不能觉察故 四 慢 为于一切众生 起骄傲心 上灵下物 不能公身故 五 疑 为于逐善法 起 差 二 心 于进于退 不能决定故 此五者 亦能使人 屈辱生死 顾名曰死 较前稍为重志 顾名顿死 广之者 为何五力 为十烦恼 又分之为九十八 加十禅 成百把烦恼 又细推之 则八万四千 乃至横杀 多多无量 劳烦我心 不得安饮 热劳我心 不得清凉 又宣凡之法 逼乱心神 使真名不狼 顾名烦恼 好 请看这一段 下面讨论五拙的 第三个拙了 就是烦恼拙 谈这些 我们都要把自己摆进去 我们就是在这个烦恼拙里面 一个实实在在的 具有这些毛病的众生 这提出五种 叫五顿死 顿就比较迟顿一点 死就是驱使 这五种迟顿一点的烦恼 令我们造孽 驱使我们轮回下三额道 那这个烦恼 略来说五顿死 广之 乃至于十种烦恼 一百零八种烦恼 乃至于八万四千烦恼 即恒河沙那么多的烦恼 这些烦恼呢 就能赶得山灾的恶果 这是他的相传 具体我们来看一下五顿死 五顿死这里谈的 都是贪嗔吃慢疑 加上邪见 称为六种根本烦恼 根本烦恼 顾名思义 就是这六种 是一些烦恼的根本 一切随烦恼 是从这六种根本烦恼生起来的 所以对这个五顿死 我们要常常去思维 要警觉 第一是贪 这个贪的自信 贪欲自信 这个贪就是遇到顺情 就是跟你的情绪 跟你的欲求 比较顺的境界 就生起了染拙 贪爱 一贪爱就会执着 一执着呢 他就会有 站为己有的 这样的行为 那由于贪心 所驱使的行为 大部分也都是恶业 所以他一定会 感得痛苦的结局 而对这些贪的对劲 一般我们讲贪的对劲 就是五欲六成 五欲就是财奢明实碎 这是我们常常讲的 六成就是色生香味出发 我们的生命 余生俱来的 就有对五欲六成的贪欲 奔驰 爱染 执着 所以我们这个内心 有很多的劣根性了 这就是我们轮回和堕落的 一种内在的区别 比如六成 现在商家要赚钱 都是要把人的欲望 研究得很透彻 然后他开发的一些项目 做的一些产品 都是调动五欲六成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商品经济赚钱 就是把满足人的欲望 调动人的欲望 培养人的欲望 激发人的欲望 作为他的主要的目标 于是现在我们为什么叫 人欲横流 红尘万丈 欲海狂澜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就很难做主 因为我们内心就有贪心 外面就制造了很多满足我们贪欲的诱惑 你说还能挡得住吗 所以这个时代还能不堕落吗 第二种就是秤 秤恨 秤恨就是遇到跟自己欲求 自相相违背的情景 他就生起秤恨 怨恨之心了 不能浓忍 那这个秤恨就是 我们常常会发脾气 发脾气就是不对路啊 不顺心了 有时候脾气还发得很大呀 火冒三丈了 有时候你到大街上看看 常常就有这个 为点小事就开始对骂 对打的现象了 这个秤 秤有两种 一种是顺理秤 就是别人还真的对了你 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你这个得理不让人 比如你上车 别人不小心踩到你脚上了 人家赶紧说 对不起对不起 这时候你就发脾气了 对不起就可以了 不疑不扰 说对不起是不可以 你得要这样 你得要那样 还有是为理秤 那就这个 没有道理他发脾气 不是人家踩他的脚 他自己踩到别人的脚 自己踩别人的脚 不仅不道歉 人家可能说 你怎么踩我的脚 他还发脾 踩到你脚怎么办 怎么样啊 我就踩了啊 你的脚就那么尊贵啊 他还不这样发脾 所以这个 现在的众生呢 真是动不动就冒火 我们去年的东林大火的工程 有个施工队很有意思了 他打横幅 呼口号 说我们要学汉钱 并且收路障我们车都过不去 我就觉得我们真欠他的钱吗 结果一问监理 不欠他的钱呢 你看看不欠他的钱 他都要收路障 扯横幅 要还他的血汗钱 这就是很不可理 就是非理秤 那非理秤那好了 我就跟你过不去了 你得给我退场 结算退场 你没有资格在我们这儿做 所以这个 这个工程方面呢 那真是称恨都是很厉害的 围攻 动不动就要找人来修理 这么这么 所以现在众生为了点钱 为了什么东西 这种称恨之戏非常自身 而这个称恨可要注意了 一个修道人一定不能称恨 慈悲是修道的根本 称恨正好相反 所以这个称恨是识佛法之根本 一念称心起百万障门开 他称恨心一来 他就没有慈悲心了 称恨心一来 他就分泌毒素了 首先自己就很热脑 气得焚身发抖 然后他这时候只要说话 只要采取行动 都是带着非常猛烈的 称恨的毒 对方也受到伤害 害己害他 所以这个称恨也是 如果你灵命中时 是一念称心起来 你都要下三个道 你称恨心一起来 你修行上的法乐 基本上就荡然无存 称恨心一来 一切善心都全都跑得远远的 称恨心一来 种种的恶骂呀 都是冲口而出 你说两边都在生气的时候 那个香骂 那个是把罪恶毒的 怎么伤人最厉害的 都能够说得出来 就这么厉害 所以佛经讲要复念 这个称心就胜于猛火呀 要防复啊 但是现在这个众生 常常容易称恨 这一称恨就是战争引发的根源 这个有时候网上 或者人家这个一个国家 遭到灾难 他可能对那个国家 还有点意见 他不仅没有同情 他就说活该 这都很麻烦的事 好 第四种呢 第三种就是吃 愚吃 愚吃就是对那些非 这个不是顺境 也不是逆境的境界 其愚暗 愚暗之心不能觉察 这个愚暗呢 就是他的内心不明白事理 能够顺着他的无名的力量走 做的事情呢 没有理智 所以他也会生起 种种杂染的虐行 让他轮回山游 不能觉察 第四种是慢 这个慢是从我里面的 叫我慢 基本表现形态就是对他人 有一种骄傲自信 自己认为自己老子天下第一 我很了不起 这样 这个 凌驾于他人之上 或者对他人轻蔑 不能恭敬他人 不能自己谦虚下来 那这种人 我慢之人 他的后果都不好 所以为什么周易讲这个一个人要谦虚 牵挂六摇阶级 牵以置目 以牵得来 置目目什么就是目这个我慢 一般讲佛经讲慢 有七种 大家看看 这也是余生俱来的 我们有俱生我之 有分别我之 就必然会带着这个傲慢 而这个慢的表现形态 七种 第一种就是谈这个慢 慢就是对自己同 自己的地位德行 相同类的人 他不恭敬 对自己地位德行智慧 不如自己的人 他蔑视 这是慢 第二是过慢 过慢就是对自己水平相等的人 他认为不如自己 对超胜自己的人 他认为跟我差不多 这就叫过慢 第三种是慢过慢 那就更颠倒了 就是对比自己超胜的人 反而认为不如自己 前面还是说 这个过慢是 你比我超过我很多 但我觉得你也跟我差不多 现在反而你还不如我 第四种是我慢 我慢就是执着有一个真实的我 而升起的这种供高 所以我们常常讲供高我慢 特别是文人相亲 自古讲文人相亲 有时候我们 我建大夫过程也跟很多艺术家 雕塑家接触 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意思 一找到他就是 你找我就对了 我是中国第一 没有一个说第二的 不是第一 如果说这个丢手家做的 请另外一个丢手家看一看 不歇一顾 都是这样子 他是余生俱来 真上半 真上半就是自己 有一点收获 但是他认为到家了 满足了 真上半 我们常在这个概念 叫真上半比丘 得少为足 比如他只挣了一个四禅 他就认为自己得念盘了 得到阿罗汉果了 有一个吴文比丘 他在第四禅 第四禅 就是天府享尽 就要轮回 这时候发现还有中阴身 所以他就生起了一念 绑佛的心 说佛 佛说了正到阿罗汉 就得到涅槃 就不受后友 怎么佛是 说骗人的话 怎么我还有后友 他一生起这个绑佛的语言 马上堕到阿比地狱里面去了 他实际上是没有得到 这个人我空的罗汉果 只是正到四禅天而已 这叫真上半 卑谍慢 卑谍慢 就是自己实在是很卑谍 很卑谍 但是他只认为自己 比较少一点的卑谍 也不是那么严重 虽然知道对方超胜自己 但也不肯恭敬 你看有些乞丐 他已经沦落到要讨钱的地步 乞丐 如果别人讨钱 人家都不给他 他就生起慢心骂人了 说你有什么了不起啊 就不是有几个臭钱吗 我还不要的 他说你有什么了不起 他这个阿Q到临死的时候 要画那个圈 他又不是字 要画鸭 他就要画那个圈 这个好不容易画得比较圆 他就傲慢起来了 你看我画这个圈 画得圆吗 画得圆 有什么了不起啊 二十年之后还是一条汉子啊 就是连乞丐都有慢了 悲哩慢了 最后是邪慢 第七种是邪慢 实在是自己一点德能都没有 但是自己觉得自己很有德能 你看一般人出口就说 我这一辈子做了很多善事啊 我一休闲 心就很清净了 我怎么怎么样啊 这都是邪慢 没有一点惭愧之心 所以这个慢呢 如果没有一点涵养 还真的很难 很难对付下去 骄傲啊 它是余生俱来的 所以佛教教我们 为什么要有谦德 要惭愧 有惨有愧啊 要恭敬一切人啊 礼尽诸佛啊 要把自己看的地位很低啊 一切人都是菩萨 唯有自己是凡夫啊 终生距于学地啊 有我慢的人 他一学点东西 他认为自己了不起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啊 他就喜欢跟别人讲课呀 当老师啊 如果别人要讲什么 他不爱去听呢 觉得他能讲什么呀 我早就知道了 这叫我慢高山不流伐水啊 他有我慢就像高山 这个伐水流不尽了 他置满了 已经满了 装不尽任何东西啊 所以一个人 你要学世间的东西 还是学处世间的道义 一定要虚心啊 谦卑啊 谦虚啊 认为自己不行啊 你不要自以为是啊 认为自己了不起啊 连孔子这大圣人还得讲 三人行必有我事啊 学无常事啊 甚至像八岁的小孩子去学啊 只有把自己放得很低 才能够形成大海呀 大海肯定是比较低 如果大海高 他也容纳不了百川江河的水啊 所以大家体会上山落水啊 处在低洼的地方去啊 这都要对着这个慢啊 第五呢 就是疑 怀疑 忧郁不决 就是对一切善法 起猜疑 二行 猜疑 是不是这个 真的是善法呀 一般的疑呢 讲 有三种疑 疑治 怀疑自己 你让他修行 了身脱石 他好像很谦虚 说哎呀 我行吗 我捏掌身重啊 我什么都不行啊 了身脱石 我哪行呢 往生极乐世界不行不行 我那么清净 我哪去得了啊 他怀疑自己 佛都说了你可以去 他说他我去不了 我肯定去不了 我念掌身重 那碰到这个人也没办法 怀疑自己 第二是怀疑师父 拜了一个师父 他怀疑这个师父 是不是真有东西呀 是不是真难教我呀 我看他的样子 也平平常常啊 也好不到哪去呀 甚至有的地方 这个不如法 那个不如法 他怀疑师父 这都很麻烦的 所以这个 佛经常常讲 是 是如佛呀 你把这个善知识 恭敬到佛的那个层面 他可能是 不如佛的佛的智慧 但你由这个 如佛一样的恭敬心起来 你自己就能得利益嘛 你老是怀疑这个师父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他教我 我还可以教他呢 那就麻烦了 尤其是这个时代的师父 你说用十分完美的尺子去量 那可能一个都 都够不上你的标准 但是他只要有持戒意识 只要有正知正见 只要尽他的努力在修学 而且他学佛法 比你多学了若干年 你就可以恭敬他 你就能得利益 再就是怀疑这个修的法门 这个有些修净土法门人 是很有意思 他怀疑自己念 南无阿弥陀佛行吗 够吗 这么简单 他怀疑这个法呀 大概不怎么定 一般很高级的法呀 都是只能自己能修 别人不能修 而且别人不知道 这个可能是很了不起的 所以他就这山望到那山高 脚踏两边船 听说一个密宗的师父过来了 赶紧去灌顶 听说一个禅宗的师父过来了 赶紧去参禅开悟 一个讲教的法师来了 赶紧去听经 一个修内观的过来 他也去修内观 他就对这个法呀 他就是没有决定之心 他为什么会修这个 会能搞那个 就是对他所修的法 他有疑心 他觉得我修这个法 肯定还有个比我修的法 更好的 怀疑 这样 这就是拆二心了 三心二意了 这样他想修这个法门 他又常常会退转 由于他没有决定性 没有决定见 这样不能决定 没有决定信心 他一些善的功德 也升不起来 你就比如就念这句阿弥陀佛 如果他怀疑念这句佛号就行吗 如果不修点禅定 怎么行呢 不广读经典怎么行呢 他有很多这个支界运在他的心中 他这句佛号就念不老实 他心里念着这个佛号 还心里打很多的妄想 他很难相应 很难相应就越念越枯燥 越念越枯燥就更加重了他的这个怀疑 你看看我念了这么长时间 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一点好处都没有了 他就更会转到其他地方去 现在我们看很多念佛人去退转 修其他的法门 大概都属于这种情况 有怀疑 这五种顿死呢 能够使人屈辱生死 这叫死 就跟前面五历史 五种支界上的颠倒 相比稍微重治 顾名顿死 重治就是说这贪嗔痴慢一样 它不像支界上 一出它就出来 它比较持重一点 但是它断起来很难 你见乎它可能一下子可以顿断 那你这个五顿死如油如灭呢 它很难断 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贪心不好 贪是烦恼 但是进阶来的这个贪心还是起来 看到钱还是两眼发亮 看到美女还是眼睛离不开 他就是这个没有办法 这是五十节以来的这样的一种烦恼习气 这个习气太厉害了 这种五顿死广开 这个五顿死加上五历史就是十种烦恼 十种烦恼又分为九十八 九十八是痰 见火有八十八死 加上这十种就九十八 如果再加上十禅 十禅也是十种烦恼 是无禅无愧 嫉妒千灵 毁眠调局昏沉奋夫 这是十种 也是十种烦恼 这个就构成了一百零八种烦恼 再进一步推 就是八万四千烦恼 乃至恒河沙烦恼 这些细推都有些算法 算法还有几种方式来算 这里大家就看一看就是了 总之我们内心深处的烦恼很多 它就劳烦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不得安稳 这个烦恼就有它的不安稳性 烦恼就驱使着我们的身口一三一造恶 使我们这个心这个热 发热 烦躁 得不到清凉 由于外境越来越着恶 我们的这种烦恼的心调动的就越厉害 就像现在讲佛照 佛照就是一种烦恼的心情 那一佛照会怎么办呢 他就心安定不下来 身心不得安稳 炉坐金瞻 比如他每天晚上烦恼 驱使着他非得要去卡拉奥 需要去喝酒 会朋友 一旦你让他今天晚上没事了 不去会客 不宴请了 住在家里了 他就没办法打发这个日子 又不让他看电视 看报纸 他就没有办法面对自己这颗心 因为他对外面的这个五一六层奔驰得太熟悉了 一旦把那个外面的静缘给他截住 他没有办法面对自己 这是一个很可怜的现象 于是为什么一个人要有宗教信仰 任何宗教信仰 他是要回归内心的 那你基督教到教堂 他也要去忏悔去礼拜的 也是要暂时回到自己内心 穆斯林他很虔诚 一天还有五次 要向卖家方向去顶礼的 那如果一个没有信仰的人 他一天到晚都是五一六层的话 都是追求外面的话 他已经形成这么种习气了 你一旦让他不追求 他很麻烦 原来不是讲一个老干部 退了休了 马上就不自在了 烦躁 身体也不好 那全家人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严重问题 赶紧开家庭会议 说怎么办 最后大家就想了个办法 因为这位老爷子原来是当干部的 天天要批报告的 他说现在夫人没有寻室报告可批 这麻烦了 那为了满足这个 好 全家准备 每天买菜买米买什么 打一个寻室报告 这一来马上这个方法非常奏效的 今天要买多少肉 买多少豆腐买什么东西 请示 请示那这位老爷子就批 以约 这个 以批准 怎么怎么回事 一下子他很充实了 他的情绪也就稳定下来 这顾能想说一个小品 但是确实 他是带别一种现象 他一辈子都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过来 一旦退休了 他空 空虚 没办法面对自己 所以这里都是烦恼 就是从他的贪 对五一六成的贪 从来没有念回归到内心 没有在内心找到一种 归宿 所产生的现象 所以这样 他这个烦恼又叫宣烦之法 现在为什么向外奔驰的人 走到哪里很喧闹呢 一到大街上 他这个声音很高 高音喇叭很大 他都要引起别人的注意 你就到博物馆看点东西 也听到这个 只要是中国人的地方 就高声大叫 宣烦恼 但是他不以为这不好 但宣烈就是他烦恼的一种表现 他也是逼老 他自己做不掉主 我非得这么宣烈 我才能够平衡 他宁静不下来 这个宁静在五蕴里面 这个精神现象 受想行识 你的感受系统 你的响音 响音你不需要有那么妄想杂念 你心才慢慢的平静下来 行运 行运甚至你细微的 他都能够克服 你变响音破了 你不会有梦 所以这些 他是需要一种 心性上的涵养 才能做到 所以他没有这种涵养 一定是被这种内在的 这种烦恼 所逼老 老乱身形 所以现在人为什么失眠都有 据说是占到了三分之一的失眠 还有很多焦虑症 至少中国有一亿多的焦虑症 强迫症 有时候我在方丈聊 中午接待一些客人 还真的有时候成了心理资讯署 有很多确实有心理上的问题 他在一种心理上的问题 很多都是内心得不到宁静 然后有出了很多的幻觉 自己跟自己过于不去 怕这个 怕那个 制造了很多的幻觉 那这些社会现象 心理现象 也是中国转型时 出现的一些重要问题 乃至一些成功人士 其实他们内心的忧郁 和自杀的念头 都很严重地存在 但这些他又不去说 然后整个社会 对这种心理上的 心阴性的疾病 认为不重视 都是重视得了病 生理上的问题 生理上的疾病 心理上的疾病 这么细微 他不重视 不重视一旦发作起来 就是非常恶性的现象 不是在大学里面 有些大学教授都跳楼吗 他到了跳楼的程度 那前期的这种心理上的问题 那冰冻三尺飞一日之寒 这个很多大桥旁边 都是都往下跳的 自杀的人很多 搞得我们都有人建议 我们接引桥 应该下面要布网 怕有在那里自杀的人 那你说我们在那里布个网 就有点不能布内了 于是我们说到这里 来跳的 只要念一句 阿弥陀佛跳下去也好 到极乐世界去 他能够提这种建议的 说明这种跳桥的人比较多 他才会想到这么一个主义 反正我们不会去拉网 这个逼乱身行 使我们的真性 妙明真性 妙觉明心 不能明朗起来 不能明朗 我们内心就很暗明 就很浑浊 里面都是三毒烦 贪嗔吃慢淫 这五种根本烦在这脚 又加上无名的风在吹 所以现在众生很可怜 叫五阴至秤苦 八苦当中 五阴至秤就是内心没有一颗的安宁 都像沸腾的开水 所以晚上都睡不着 都要吃安眠药 都做种种的恶梦 而失眠 失道呢 你想睡怎么也睡不着的神 这也是痛苦的煎熬 所以这个时代的越来越着恶 道德观念的越来越颠倒 越来越没有道德感 恶业越来越重的时候 这种内心的问题 就会表现得越来越严重 这就是逼断心神 是真名不朗 顾名烦恼 好 请看下面 超文 山灾感昭者 贪感激景 乘感刀兵 吃感济遇 乃至 随火风之大难 皆以内从 顾名卓也 凡显极乐国中 人欺智慧 非烦恼卓顾 好 请看这一段 这就讲到我们五浊而世 由于烦恼卓所感到的后果 就是三小灾和三大灾的 这种问题 佛说了一部经 叫启示因本经 有一群比丘 由天就在法堂里面相互来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讲这个一大截 沉住坏空 什么时候是怎么转换的 什么是空截 空截 怎么又转到沉截 沉截转到柱截 柱截转到坏截 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真相 但谈到这个问题 这些比丘是没有办法讨论清楚的 佛就有他心通 就知道也有六种神通 知道这些比丘 讨论这些问题 所以佛在傍晚的时候 从禅定而起 到法堂里面 明治顾问 问你们在讨论什么 这比丘就把他们讨论的问题 但得不到答案的问题 禀告佛陀 佛陀就开始讲这部经了 讲这部经是谈到 这个南沿佛体 这个现在属于注节了 注节就是一中节 有二十个小节 现在处在这个简节的第九小节 第九小节 简节是从寿命的八万四千岁 每一百年减一岁 身高减一寸 这样逐步地减下来 减到人寿 这个两万岁的时候 进入五浊的情形 在人寿一百岁的时候 就释迦牟尼佛视线了 那一百年减一岁呢 这个 那到了现在 是过去呢 距离释迦牟尼佛 已经是三千年左右了 所以现在的寿命大概平均七十岁左右 七十左右 这样 人又慢慢减 以后会出现三小灾 三小灾 最先是积井灾 积井灾是人寿减到三十岁的时候 三十岁这样看起来还有四千年 四千年之后 人类进入积井灾 积井灾在这个 这就是 朱节的 开始 要慢慢地 这个进入 这个末尾的时候了 也是众生的恶业俗感 这样就有七年 七月七日 天不下雨 干旱 由这个干旱呢 这个大地啊 就五顾杂粮 炒菜不生 炒菜不生就没有吃的东西了 想找一点水都不可得 更何况饮食 这时候大家就拼命地去找饮食 以白骨为业啊 竹皮活命 由于饥饿就饿死了很多人 还有很多畜生 那就白骨变野 那怎么这些要活的人怎么办 就收剪这些白骨来熬汤 来喝 然后一些树上的皮全都刮下来 来煮树皮来活命 虽然这样 但是毕竟还是白骨树皮有限 这个鸡颈摘的时间又很长 所以饿死的人是无数 好 这是人寿三十岁的时候 谈到这些我们五九年到六二年三年的 这样的灾难 也是吃树皮 也是普遍现象的 死亡人数也是不少 到了人寿五到二十岁的时候 那那个人的身高也就是两尺左右 这时候就出现了大温欲 大际遇 他方世界的非人 也在这里放种种的毒素 一些疾病全都病齐 而那时候一些中药药品 也都非常的缺乏 所以这个时候 世间死亡的人数 也是无量 但这有个特点 这个际遇灾死去的人都能生到天上去 而在这个激井灾和这个刀兵节死亡的人 都要下三个道 为什么你在激井灾里面 你这个乡父都很贪婪 都很灭色 得到一点粮食 赶紧占为己有 赶紧 避开人群 毒死 如果乡父看到了 就为真连隐食大打出手 这样就会死亡 就会生到三个道 那生 际遇灾呢 大家都生病了 生病以后相互就会安慰 就生起善心 大家叫同病相连 你只要到医院住院部看看 还真的是 这个病友之间 一般关系都很融洽 大家都同样生病了 大家都很关心 你今天发烧了吗 没有发烧好啊 我今天又发烧了 相互他会安慰 由于相互安慰的这一念善心呢 他死亡之后会生到天上去 所以激井灾是人的 潜滩的心 那刀鞭结是人的秤恨心 大家都会下三个道 这样就到了人寿十岁的时候 平均十岁啊 这是简洁的低谷 人的身高就是一尺左右 十岁呢 一个女人就是出生下来 五个月就要出嫁 找熟啊出嫁 上寿是十岁 一般的还活不到十岁 这个时候是人的烦恼最重的 就是证恨心很重 相互之间不能见 都各起杀心 就好像一个猎人 见到动物它起杀心一样 由于这一念的杀心 所以就赶得这个草木皆兵了 这个各种草各种木头各种瓦 这个瓦片拿起来都是锋利的刀枪 比你制造出来的刀枪还厉害 就随手抄击根巢 就是相互施杀 相互残害 那这样 这众生就很苦了 人见人就是杀呀 这是什么场景呢 兄弟姊妹亲属都是杀红的眼的 不管那么多了 那有一些比较软心的众生 下不了手杀别人 但不准杀别人就别人属杀呀 所以他就跑到山里去 跑到山里躲起来 躲起来没有跑到山里去的人 相互杀全都杀光 据经典说 杀的全都基本上杀光了 就剩了躲到山里一万人了 那躲到山里人这时候 外面都杀光了 探头探脑出来 一看家庭眷属都杀死了 然后再看看还有其他人 这时候大家都是躲到山里去的人 这时候见年开始都有点害怕 然后相互之间就得要安慰呀 甚至再庆贺呀 你看看我们终于信承下来了 再一看所有的家庭眷属被杀死 大家升起了一念上品的艳离心 就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 这一念上品的艳离心出来 就激发了一个善心 这个善心出来之后 相互就约定 我们要奉行不杀身界 先持一条行为 不杀身 而由这一念的善心 持戒的功德所感 就从简洁转为真洁了 那真洁就一百年长一岁 这个身高长一寸 然后他们这些持戒的众生发现 原来持戒行善呢 寿命就会长 长到二十岁 二十岁的时候 觉得 哎呀我们再持一条戒吧 于是就持不偷道戒 慢慢的寿命就越来越长了 你看这种描述啊 我们人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美矿欲想 这是佛经格我们的一种玄迹 那这个这种三小灾 也是有因缘的 你为什么会遭受激进灾 就是你有贪欲 千贪赶激进灾 这种三灾俗感 叫皆以内虫 皆以内虫就是 贪嗔痴俗感的三小灾 是同类相感的 经典而且说 这个三小灾要起的时候 它还有两种因 一种是单着美味 二者是懒度 你看这个末法众生 还真的是有这个趋向 单着美味啊 就是对吃 用句话就是好吃难做 这是三小灾起来的两个重要原因 这个好吃现在是饭馆伶俐 现在出了个舌尖上的中国 这也是众生共业所感 各种美味佳肴 他都要介绍一遍 介绍得很详细 本人看了半个小时 我就不敢看下去了 这一看下去就把食欲都调动起来了 这也是烦恼 是吧 那你看 现在据说举国上下 对这个片子都很好耀 我本人是对大家好耀的 我常常看一看 去了解一下社会心理 这一看还真的是 舌尖上的中国 单着美味 能和懒度 现在大学生找工作 就找一个很轻松 收度很高的岗位 那世界上哪有这么好事啊 又轻松 又收度高 又保险 于是大家考公务员 一个清洁工 都有那么多本科学研究生去考 说是编织里面的 有编织的 这些都是这些怪象 然后还有三大灾 这就是谈到这个坏节来的 怎么坏的呢 第一是水灾 这就在这个坏节的时候 第一是火灾 火灾到的时候 那不是一个太阳 那是七个太阳同时出现 同时出现 大地一变 焦灼 而须弥山 也渐渐的崩坏 在第五个太阳出来的时候 整个四大海水就会烧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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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这个只成了浅到能够遮到脚 脚磕那个地方 那这个 这个七个太阳出来一片焦土 那这个火灾就三千大间世界 直到初禅天 是饭天 都被这个火烧得没有 全都烧坏 只是二禅天的光阴天 这些竹天 首先免了火灾 又过了落干的时代 就有水灾 这个前面的火灾有七次 毁坏世界之后 世界又重新沉 又在坏节的时候 这个水灾就是降大雨 这个降大雨呢 那那个雨滴呢 就像车轴那么大 再加上下面的地下水也费用 这样大千世界直到二禅天 二禅天就是光阴天那个 都被水淹没 一起坏灭 这些世界坏灭 就好像一个书 秘书放在水里被消解一样 水灾是到了 这个 就是 便进天 这个才能够免这个水灾 第三就是风灾 风灾就是前面七次的水灾之后 这个世界没有了 以后世界又复沉 在坏节的时候 风灾就是 因为我们地面是地轮 有水轮 水轮下面就是风轮 风轮就有猛风起过来 加上众生的这个恶业俗感 到处四面八方都是猛风吹过来 这样大千世界直到三禅天 都被风所吹灭 荡然无存 这是风灾 风灾是三禅之下 全都荡然无存 只是四禅天 就是广果足天 免这个风灾 所以这样我们山灾讲 火烧出禅 有五十六次 水淹二禅 有七番 七次 风吹三禅 有一番 总共是六十四番 就形成坏结的结局 整个世界白茫茫一片真干净 所以这个一切法无常 现在西方天文学家 也都了解到 整个宇宙 宇宙终究都会坏灭 但佛经会把坏灭的过程 说得很详细 怎么显现火灾 火灾是多少时间 多少次 水灾 风灾 直到大千世界 全都毁掉 又进入论 另外一轮的这种循环 沉住坏空 不断地寻回 好 今天就讲到这 南无阿弥陀佛 愿意 此功德 庄严佛经苦 上报四众们 下集三土 若有建魂者 吸发不敌心 尽此礼报神 同生祈乐 阿弥陀佛 好